大家好,我是Jess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包包 就是我手里这个黄盒子 如果大家看了标题的话 应该已经知道我今天要分享哪一款包包了 这个视频呢,我主要会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具体的容量 还有就是说,我同时购入的一些配饰 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从这个包包的历史开始说起 这个设计是非常简洁的 整个铺面呢,都是以他们家这个老花logo为主 那其实这个设计早在他们家的1968年的那个大琴谱上 就已经有体现了 在2020年就是各界的时尚博主 还有就是大家突然间对小包喜爱了起来 每个品牌设计上,它都推出了好多好多小包 那这款小包呢,也是由那个大的托特包演变而来的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小琴谱包 巴掌大的小包,其实我自己本身的手是那种很小的 然后它就会比我们的手掌稍微大一点的 整个的这个宽呢,是13.8厘米 整个长呢,是17厘米 侧面的这个宽度呢,是4.8厘米 所以大家如果有尺子在旁边的话,可以去测量一下 那这个小包本身呢,你是可以这样手提的 然后它里面是会带一个这样的肩带 它虽然有肩带,就是可以解锁斜跨的这个背法 但是这个肩带是不具备调节的 试着去网上买那种调节扣 我们用这个调节扣可以把它稍微缩短一些 从这个顶点到包的这个位置 它整个这块的长度呢,是22.5厘米 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身高去测量一下 模拟一下它如果上身后 就是是到你身上的哪一个位置 它本身这个皮质是非常非常厚的 那个Speedy,还有或者说是那种大的Neverfall那种包 你感受这个皮质的话 你会觉得它这一款会比那些款式的皮更厚一些些 就是达到这么硬挺的一个效果 它整个外面呢都是有一个涂层的 如果说大家出去有一些汤汁撒在上面了不小心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用那种Baby wipe 纸巾稍微浸湿一点就可以把它擦掉了 里面呢它用的都是这织布类的 然后有一个小按兜这个样子 一般就会喜欢把钱包或者是手机 就是经常容易掏出来的东西放在这个小夹层里面 因为它的容量有限 所以你上下叠加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如果说钱包在下面不是很好拿的话 就是比较尴尬一点 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包它的容量 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开始放了啊 现在是空的 钱包 如果你钱包或者是卡包更长一点的话 它还有空间往下塞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它露出来一点 这样我拿的时候也好拿 我是因为鼻炎患者嘛 我手上就会常备一个这样的纸巾 鼻炎 鼻炎喷雾 车钥匙 口红 相信大多数口红就是或长或短 那我一般出去的话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长的吧 因为长的如果能放进去 短的就一定能放进去对吧 我个人是习惯就是随身带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本身是比较宽 所以放进去之后它其实形状是稍微有点 其实它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我一般出行的话 我就带这些东西 出去一天这种感觉的话 我可能还要带一个补妆的这个粉饼 但是这个粉饼是应该就方便去了 除非你是有取舍 除非你是要把这个耳机拿出来 可以把粉饼放进去 就还是可以的 就是个人习惯这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我是喜欢手机 在我随时可以拿到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手机我一般是不放在包包里的 特别是包包如果空间有限 或者说它拿出来比较麻烦 我一般会习惯呢 把手机就是放在那个 如果我穿牛仔裤的话 放在那个后屁股兜里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是不需要考虑的 展示一下它的上身效果 还有那个肩带的长度 这边的肩带的肩带的肩带 一直吃上来 这边的肩带的肩带 一直吃上来 很好 很快 请你来 一旦眼 我系统片 装饰品 第一个呢 就是它家的这个丝巾 绑个丝巾应该会非常可爱 特别是他手提的时候 大概有三种方法 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的 大家做一个展示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实用 非常好看 并且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包包上 道士扣呢是一个两边的这种 其实他们还有卖就是一边的这种垂下来 也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摇摆的那个空间会太大了 放在包包上就是有点太啰嗦 你斜背的时候啊 他这一边露在外面 不喜欢他在侧面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他是单边的 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单边的感觉 他整体会更长一点 然后他的这个logo呢 也是会在中心的位置给他垂下来 穿一些暗色的衣服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样拿着还挺好看的 小项链 这个瓶子可可爱了 还可以打开 如果说你穿一个白T恤啊 戴他会很好看 然后他也是一个这样的黑色的 上面是一个老花的 也有这种淡淡的老花 不会说特别夸张 个人啊 对于他的定义 我觉得是一个短暂出行 可以拿的一个包 就比如说你去超市啊 或者是跟朋友约喝一杯咖啡啊 然后这种短暂的四五个小时就回来了 你不需要承载 承载太多的东西出门 那你完全就可以背这个包 因为首先他没有这个上面这个扣子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提在手上 很好看很百搭 特别是配那种纯色的衣服 像我现在一身白或者是一身黑 秋天冬天 配风衣 配泥子大衣 我觉得斜胯的时候 都显得整个人非常的乖巧 个人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地方是 他左扣是斜着这样子的 所以在你斜胯他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贴你的那个衣服 好啦那这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如果说你有更多的疑问 我在这个视频里没有提及到的话 欢迎大家去留言板上留言 这样我看到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欢迎去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我下次更新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You can create- The results of it 谢谢观看